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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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股神射手 籌碼不理手 大家好 我是神尊銀家楊少凱 今天是12月23號星期三 大盤拉回 拉回有沒有關係 大盤拉回怎麼看 開南股票就夠了 其實拉回來就是看台積電 看這個大盤就看台積電 台積電等一下怎麼看 我們再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有發福利 那也有一些我認為有機會點的 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機器人不流行 智慧機械概念股更夯 那什麼是智慧機械概念股 有哪些股票 我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再來光電展概念股 我這檔股票創今年新高 那光電展概念股 光電展是從今天開始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 為什麼大盤一直漲 你的股票還在跌 沒關係 我們今天有一個福利 要發給大家 那我來幫你 怎麼樣領取這個福利很簡單 三秒休息一下 那我手上的股票創新高 為什麼你的沒有 為什麼 這個原因一定要找出來 為什麼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能不斷的創新高 當然跟選擇產業的趨勢有關係 包含你的選股方法 觀念 觀念很重要 台灣股市其實是 全世界最好做的市場 如果你覺得不好做 表示什麼 表示說可能你的觀念上 有一點需要修正的地方 你的方法 目前你沒有找到一個正確的方法 沒關係 只要及時去修正的話 永遠都來得及 別人沒告訴你的 我來告訴你 怎麼樣去幫助你賺錢 是我非常樂意做的事情 好 大盤的部分 我想我們不用講太多 我的看法我直接告訴各位 我上禮拜就告訴各位了 如果有拉回來就是買點 連續兩天的拉回 昨天小跌7點 今天持續拉回 這個都是怎麼樣 拉回來事後都是買點 買什麼的問題而已 那其實看大盤 我們只要看一檔股票就好了 為什麼只要看一檔股票呢 看大盤只要看台積電就好了 台積電如果看懂了 台積電如果看懂了 大盤自然就能看懂 我們講一個最簡單的 今天大盤是跌200點 那為什麼跌200點 因為台積電跌了15塊 那台積電跌15塊 台積電跌15塊的話 大概就多少 大概就佔了大盤 一百二十點 那其他就是 其他的股票拉回跌的 那台積電今天為什麼會拉回 當然技術面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那主要是怎麼樣 主要是今天有一個消息 昨天晚上 昨天啊 最主要是昨天的消息 就是這個路透社的報導 包含怎麼樣 包含金融時報也有報導 台積電像美國的通報 那有一款晶片被發現出現在什麼 華為的產品之中 所以台積電禮拜二的ADR是下滑1.72% 那台積電今天的股價也是跌了多少 跌了1.39% 那這個華為AI伺服器的晶片 是由中心代工 那這款晶片被視為是最近 接近飛達100的一個路板的一個替代品 那當然在這個技術研究公司 某家技術研究拆解 大家發現怎麼樣 發現說疑似台積電代工的晶片 那可能違反怎麼樣 台積電可能違反美國對華出口的限制 這個金融時報也是有報導 那基本上像這樣子的消息 你要不要去相信 不用去相信 其實所有的答案在股價趨勢裡面 它就會告訴你了 那台積電我認為怎麼樣 我簡單的說 我認為這只是一個技術性回測 回測完之後會再上 昨天我跟各位講過 我認為這個低點不會跌破 那不重要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這樣子的訊息你需不需要去相信它 不用 你如果說每天被這些消息去主導的話 你在市場上你不容易賺到錢的 為什麼 因為你很容易追高 也很容易殺低 我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好了 九月份的時候 美國司法部調查誰 調答 回答 回答當時有怎麼樣 有反壟斷的一個嫌疑 在九月份的時候 所以在九月四號當天 我們的大盤是跌了990點 也是受這件事情影響 那我之前給大家放過影片了 我說如果 如果回答因為這個美國司法部 反壟斷調查會下去的話 它不會談這麼高 因為技術面告訴我答案 告訴我答案是什麼 它竟然會談這麼高 它就表示什麼 這個只是一個技術性的 二浪拉回的一個修正 所以當時我跟各位講過 回答我認為還會直接創新高 各位你來看一下回答的股價 有沒有創新高 有沒有 所以說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不管是台股也好指數也好 或者美國跟台灣的相關的 回答的股票 我都是事先跟各位預告 未來的走勢 包含什麼 包含台積電也是事先跟各位預告 那當我跟你講的時候 你可能怎麼樣 你可能不相信 因為當時會有一些消息面的利空 會去干擾你的判斷 但是我就我的經驗 所有 你只要在多頭市場裡面 所有的利空事後來看 都是很好的買點 回答也是 台積電也是 台積電四月份利空的買點 我告訴各位的 八月份大盤跌一千八百點 利空的買點也是我 怎麼樣 我告訴你的 九月份四號 那個我們剛看到的 揮答接受美國司法部 反壟斷調查的時候 我大盤跌了九百九十點 這個也是我告訴你的 除息之前我叫你去參加 買來參加前期 我說賺現金鼓勵 也是我告訴你的 所有我告訴你的買點 都是在利空的時候 事後來看怎麼樣 股價它不斷地往上漲 那短線這個拉回 又是一個技術性的買點 拉回又是買點 所以說過去你看到的 都是怎麼樣 別人家看不懂的 我是怎麼樣 我事先告訴各位 所以我說 為什麼我能看得懂 別人看不懂的東西 高度 角度 這個是做股票做交易 一般人所缺乏的 因為我們怎麼樣 老英人飛得高 比麻雀還高 是因為他飛得高度夠 那當然這是我多年累積的經驗 我無私的跟大家分享 事先跟各位預告行情 所以為什麼別人做不到 我做得到 不是沒有原因的 那再來 既然講到台積電的話 我們來講一下 相關的供應鏈 持續看好的股票 伊特 當然這個 離我們的成本 已經有點遠了 昨天我們跟各位講過 創新高這個股價氣勢 都沒問題 那這個也是透過方法 告訴各位的 不是說沒有機會 選得對的股價趨勢 產業趨勢 大家回來測試資深買 伊特就是屬於最明顯的例子 我們買在150 買在150 我就能看到怎麼樣 最早漲到198.201 昨天最高來到200 我也說過了 沒什麼問題 今天你也看到198.5 這些都是怎麼樣 都是我事先預告的 就是說 我能知道行情會 會漲到哪裡去 不是買進而已 一檔股票 它最少會漲到哪裡去 合理會漲到哪裡去 我說過 只要創新高沒問題 我們下個階段 我們就報到哪裡 報到這裡 當然接近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一個 短線保護長線了 這個也不會虧 這個昨天就講過了 那再來的話 就是 除了伊特之外 再來就是金元電 金元電 這是台積電供應鏈的 今天小幅度拉回 那金元電也是我認為 後市還有機會的 如果說 從整個股價趨勢來看的話 這天我說過的 這天是修正的起漲 那這天修正的起漲 上漲拉回 拉回在上禮拜五拉回 拉回之後再往上漲 那今天沒有過高點 呈現一個技術性的拉回 因為它來到前期的壓力附近 那來到前期的壓力附近 這個高點會不會越過 我告訴各位會啦 會啦 目前來講沒有問題 所以拉回來還是買一點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不知道怎麼做 那當然不是說過這個高點 我說過了 就像伊特一樣 就像伊特一樣 會漲到哪裡去 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有的也好 想買的也好 手上有的也好 你來找我 你來找我 到時候我們一起怎麼樣 帶你告訴你 告訴你 它會漲到哪裡去 好 那基本上 就台積電相關的 我們就漲到這裡 如果台積電會繼續漲的話 大盤會不會繼續漲 其實答案很清楚 為什麼我告訴各位 台積電買點買點買點 大盤 因為大盤就是台積電帶上去嘛 這是毫無懸念的 也不需要去懷疑的 好不好 好 那直接進入我們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跟主題 我們今天也有福利要發送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的內容主題是什麼呢 記得要先掃描QR Code 掃描QR Code的話 我今天有發福利給你 掃描QR Code你才能領到福利 另外訂閱頻道的話 我平常有一些短語音 教你們怎麼去看盤 也有機會分享給大家 提醒大家 照片集團很多 這是我們唯一的官方頻道 其他地方都沒有 再來的話 每天下午3點10分 我們有個線上的直播 可以做線上的交流 喜歡我的節目 歡迎你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出去 再來的話 機器人不行不流行 智慧機械概念股更夯 其實談到智慧機械概念股 其實只有兩檔股票 值得大家來留意 一個是戴銀維跟上銀 因為上銀集團旗下戴銀維系統 它有半導體還有自動化 產業訂單回流 跟上銀其實有什麼 美國物流共同開發 具有AI功能的物流機器人 當然這內容很多 簡單看一下就好 其實最主要還是看什麼 你光有基本面不夠 你還是要什麼樣 技術面去搭配嘛 那以上銀來講 跟上銀集團來講 最強勢的當然怎麼樣 當然是大銀維系統 大銀維系統目前怎麼樣 目前順限一個分盤交易 那股價漲完了沒有 從目前整個趨勢結構的話 這檔股票目前我看起來 是還沒漲完 那還沒有漲完的話 那當然怎麼樣 當然拉回來可以留意 沒有叫你去追漲 只是說股價趨勢不是說 看它漲多少是看它的趨勢結構 比如說這一段的起漲修正 沒有跌破支撐又創新高 拉回來修正沒跌破支撐又創新高 拉回來修正沒有跌破支撐又創新高 不是叫你們在這裡去追 只要拉回來它的趨勢結構沒有改變的話 這檔股票後市都可以去做一個留意 那當然屬於集團的母公司的話是上銀 那上銀來講的話 當然它如果說大銀圍它會繼續漲的話 上銀怎麼樣 上銀它也等於是間接受費 這兩個集團 比較強的是怎麼樣 小型的大銀圍 那上銀的話我覺得 如果說大銀圍可以繼續漲的話 上銀它當然怎麼樣 有機會去跟上 那當然最好的選擇是誰 是上銀 這個方向提供給大家思考 那當然如果有好的機會 好的機會我們也會怎麼樣 我們也會找機會介入 然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上我的腳步 那等一下回過頭來 我們來聊聊光電展 光電展這檔股票創新高 那再來的話就是給大家發福利 發福利 那我們等一下休息過後會馬上回來 廣告時間撥打電話 或者掃描QR Code都可以 我們先休息一下進一下廣告 馬上回來 好 歡迎各位繼續回來 今天開始光電展 台北光電展 那台北光電展當然 法人卡位的有概念股 台北光電展是今天到25天 南港在南館 那當然這些都是 那這裡面當然怎麼樣 當然有強有弱啦 有強有弱 那比如說像有達你 我不會去跟各位聊啦 不是好或不好的問題 這是一個產業趨勢的問題 你說像這樣子的股票有大行情嗎 當然不會有大行情啦 那在這裡面當然還是有強有弱啦 有強有弱不是說 哎呀光電展去辦了 去辦了然後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進去買 不是這樣子啦 那裡面也有相對強勢跟弱勢的 比如說近期比較強勢的 比較明顯的 那當然怎麼樣 當然就是4956的那個光鴻 他是怎麼樣 他是領先去創新高 那當然股價漲多之後 當然我們要留意的是什麼 會不會利用利多去出貨 這是第一個 當然目前股價趨勢結構沒有問題 我不是叫你去做工 只是提醒大家 如果要挑的話 一樣是在分盤交易 目前也是沒有問題 一樣是在分盤交易 分盤交易強勢 目前沒有結束 那只是告訴各位說 同樣的東西 為什麼有的能創高 有的不行 那這裡面也有一檔 是我們什麼 我跟大家發送的福利 我什麼時候發送給大家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過你掃描我QR Code 加入我群組 我不定時的 不定時的會發福利給你 那這個9月12號 9月12號我當時 你加我的LINE 我說我發一個福利 我放了一張照片上去 放了一張照片看上去 那這張照片我不知道 如果你有加了 你應該都有看到 你現在來加LINE 你都還看得到 你現在加LINE 都還看得到 對不對 那你看到這個是一片森林 這不是茂密森林 這很好猜的 對不對 那當時這裡面 9月12號當天 有人猜對了 有人就猜到茂林 對不對 有人猜生威能源 那我們去看 生威能源基本面也不錯 但是問題來了 它進行股價就是部長 這個就是選對趨勢 選錯趨勢的差別 可是如果是茂林 今天它是創新高 它是創波段新高 那9月份我跟你講 你隨便買 這個是不是隨便買 你都能隨便賺 對不對 那我們去看茂林 茂林那是什麼 茂林它最主要也是 跟光電關係的 光電這些相關的 那為什麼我會把茂林放上去 因為它符合怎麼樣 符合我平常跟大家分享的什麼 跟它分享的底部形態 我們常跟它講 我們要買股票 其實很簡單 我說過了 這30年來我總結 可以幫你們賺錢的 就是兩個 對的趨勢拉回 上漲趨勢拉回 右側的交易 上漲拉回測試資深買 比如說我們跟它分享的儀特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底部形態 這其實都很容易的 那茂林你去看嘛 這技術面 這個是不是底部形態 這是不是底部形態 這是不是符合我們跟你講的 這是不是一個W底的一個形態 或者你三重多重底也行 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這條頸線 頸線站上去之後沒有跌破嘛 對不對 那我剛說過啦 這段時間不管你買在哪裡 它都是賺的嘛 對不對 因為最起碼它今天創了波段的高點嘛 那很簡單啊 創了高點之後 我們把停利價往上移動就好了嘛 這是一個做股票的一個方法嘛 做股票往上移 假設它這個創新高是假的 你不會虧啊 但是如果是真的呢 真的你會大賺 因為畢竟它是有底部形態 我說過了 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只要是我們的股票有底部形態 基本上會漲到哪裡去 我都算得出來 已經太多例子了 不要說什麼啦 有微科好了 有微科今天漲停我們賣在這裡 這個是我們賣的一個波段目標 過去的股票對不對 我們賣在這裡你後面的時間 這個我們不操作 這裡也漲停這裡也漲停啊 我們不操作啊 因為我們已經賣了我們資金去抽什麼 抽其他新的底部形態的股票的機會嘛 那再來的話就是 如果說你的選股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為什麼大盤一直漲 然後你的股票卻下跌的 那為什麼我的股票卻能創新高 那你來看一看嘛 來 各位 我們跟各位講的印太不是今天講的 這個你是老觀眾的時候 我九月份就跟你分享啊 這張股票我是公開跟你們分享的 對不對 當時我也告訴各位啊 這個是底部形態啊 這個是底部形態啊 那怎麼去買也不需要追漲啊 我說過對的趨勢 然後利用拉回來測試資深 這個是我講的嘛 右側交易嘛 你看我們買的時候是拉回 30 到今天創新高 創新高我們又把停利價往上移 這個是有加碼 包含加碼我們賺了70%啦 如果說沒加碼咧 沒加碼30塊你去算嘛 30塊今天43塊 一張13塊 13塊幾怕 13塊四成啊 所以你說我常跟你講 我的股票最少三成以上 我有騙你嗎 我沒有騙你啊 很容易的 就是方法 產業趨勢 股價的趨勢 那當然印太它我說過了嘛 它也有細光子的題材嘛 這個是基本面嘛 細光子的題材 再加上那個顯卡嘛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說你的股票 是往下的 我們持有的為了漲 為什麼 你想知道原因 或者是你覺得你的持股 為什麼買了不漲 或怎麼樣 我們今天掃描 叫做我們今天啊 針對針對新粉 你今天加的 你12月23號到11月5號 只有這幾天的時間 你有持股的問題的話 趨勢多空分析的特權 手中持股 掃描QR Code 掃描QR Code就可以了 你手中的持股 那我還是要提醒它的 最多三檔 最多三檔 如果你看不懂的 讓我來幫你 好 那同樣的 再跟大家分享 一檔底部型態的股票 這個 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也是 這個 今天也是創新高了 這個是也是9月份 跟大家分享的 你看它的高點 都不是高點啦 更高了啦 因為這個也是底部型態啦 如果說 明天 有拉回的話 或者後天有拉回 短天有拉回的話 這檔股票 我帶大家去 來做一個布局 如果你不知道 往哪個方向布局的話 不用擔心交給我 我所訂的股票 基本上都是三成起跳 三成啊 五成 一倍 這個 這個你要去把握 我打個比方啦 我講一檔股票啦 這檔股票最近很強吧 對不對 那我們去看喔 連續兩天上來 對不對 但是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如果你買在這裡 你會開心嗎 這個叫做選對趨勢 先選錯趨勢的問題 為什麼我的股票能創新高 然後呢 有的股票它是點忍耗 或許有的人會覺得說 我買這個滴滴的上去 不就好了嗎 如果你有這種觀念的 你在這裡就買了 不用等到這裡 其實在這裡打到這裡 你就買了 所以很多人就是套到什麼樣 套到類似的股票 所以說為什麼 你手中的股票只是等解套 而沒辦法像我們選的創新高 這個就是方法跟觀念 除了股價產業的趨勢之外 股價的趨勢 你沒有搞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說過了 重新來過都來得及 只要我能幫你挑的 我幫你挑的股票 都是三成五成一倍的空間 基本上不管你套什麼股票 也都能解套 我得打個比方嘛 這裡要去創新高 你認為可能嗎 我認為不可能 短期內不可能 再上去的話 短期內不可能 初步碰到第一道短壓了 如果要有更大的空間 這個短壓就要站上去 那當然是後面的事 縱使站上去 買在高點的 他也沒辦法解套 我認為這檔股票 最多談到這個位置 這個叫最多 上面就壓力了 所以要去選擇什麼 選擇有機會去幫你 做三成五成一倍的股票 那不是沒有機會 人對了方法 對了就有機會 那在資金輪動的 快速情況之下 不要看到漲就去追漲 有的只是跌升反彈 跌升反彈就不要去追 因為你追的就很容易套 那如果怎麼去做 你不知道的話 很簡單 掃描我們的QR Code 不管你要做短線還是波段 都能賺 而且我怎麼樣 我今天是有發送福利的 好 那再來的話 鴻海我們簡單聊一下 因為鴻海我是持續看漲 鴻海今天也是維持一個強勢 維持強勢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大盤跌了200點 鴻海怎麼樣 鴻海不跌喔 還是撐盤喔 那鴻海我想的話 不管是3月份的買點 包含怎麼樣 我們是做到3月份 我們只做到這裡喔 後來就等大家回修正 等大家回修正 就是8月5號 我們沒有一張鴻海 是高檔套下來的 今年每一檔跟我做鴻海的 每個都是賺錢 那這個都是我過去告訴各位的 那後世呢持續看好 所以選到對的股票 還有一個對的時機點 你才跟著我安心的去做波段 你才有辦法賺到怎麼樣 三成五成一倍的機會 好過去的錯過了沒關係 現在跟上都來得及 目前第四季後續我們還是會增加 有興趣的歡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簡單來說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